今天早上的政黨學商 是因應民主進步黨黨團提議 針對105年度 附屬單位預算案 舉行朝野協商 那現在 大概收到的 針對總預算案 收到的大概有2419件 2419件 一天平均大概表決頂多 300件頂多 所以這個案子 如果要一個一個案子表決 大概要表決8天 那到現在為止 跟各黨團說明 國民黨黨團 他已經正式智慧秘書長 說他不會來參加 這個 政黨的學商 要求一切照議事規則來 那因為昨天晚上 國民黨黨團 剛拿進 大概500多個案子進來 所以他的案子進來 我們還要分裂 還要做整理 所以今天早上 就沒有辦法進入整個程序 因為你程序處理完了 他的案子剛進來 還沒有進入到 我們整理好的程序裡面 那要重來一次 所以今天早上 恐怕沒有立即 立即沒有辦法 來進行這個表決的程序 所以剛才秘書長也特別 跟國民黨黨團討論 他們也同意 所有的預算的審議 包括表決 就從下午2點半開始 對方 就是國民黨黨團 2點半我們是來得及 整理來得及嗎 來得及 我們就先整理通案的部分 那大概來得及 2點半開始 因為現在在整理 議事處 說案子太多了 昨天晚上一下子進來 所以沒有辦法 來把它分裂 所以國民黨黨團那邊 同意下午2點半 開始進行 處理我們所有的預算 那在這也要徵求 民進黨黨團 還有時代力量黨團 還有親民黨黨團 是不是能夠來支持 下午2點半 我們開始進入實質審查 105年度的營業局 會營業部分的預算 來那個 民進黨黨這邊 有誰要來表示一些意見 560案是昨天送的 昨天晚上 那到過去啦 一定是大家都截止說見 對 要截止說見 什麼說 然後把這個所有的 各黨人提出的 交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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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政黨的他們去看 發交給各部會 主機處 都會看 他們會有對案拿出來 再拿出對案來 通常這個對案過去 差不多給至少 一個禮拜時間去處理對案 那你現在說 昨天拿出來 今天下午2點半 說我對案弄得出來嗎 沒有弄出來 你說下午2點半就來表決 會不會 下午2點半是通案的部分 通案的案子比較少 通案的案子很少 就發交給他 會一直走下去 一走下去 所以 第一組就開始了 對 經濟委員會 第一組 那很多 這個保證要我們那些 再查進來 好 但還是 要跟國民黨講個道理 今天國民黨在 一直揚眼 不讓黨產通過以後 他就是跟你交土 然後給你輔稿 對議 讓你以後 三月半以後 比四五成 那今天早上 這個他們的論點都很清楚 今天早上他們 開了黨員會議 結果人通進來就是開會開會 我們要表決了 我只有回他一句話 先問你後面講話 前院長 王院長 到底以前是怎麼處理 民運黨不管過去都搶悍 還是在整個國家發展上 包括醫院 醫治程序上 大家都一定是遵守的 所以我們過去執政的時候 曾經在這個地方 我想很多 曾經在這裡做過 曾經做過一個月 總共算他至少兩千 就變成四千案子 一條一條就講 一個月少著三個禮拜 到後來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時間一直縮短 我們知道哪些表決書 我們就改 來報告同意動資 所以 整個國民事業預算 在102年度的時候 國民黨執政 他根本不省 所以他說他不能 那時候沒有時間 那時候9月1號真正 搞不好他也不弄 換來並結算 這是唯一的例子 那今天他要怎麼 怎麼 要有各種方式 來教徒 當然我們必須面對 當然是 基本上 遊戲規則要遵守一下 不是說我哪些什麼都不能談 哪些就表決 然後要教徒 那你黨 大家都不談一個道理出來 每一條都這樣的話 以下那個黨員 以下那個黨員 都什麼都 都來表決 一回永無臨日 我們執政自己要負責 以為我們再怎麼 再怎麼刁鑽 再怎麼想看 至少這個國家 法律還要遵守 尤其規則大家遵守 如何讓議法院能夠基本上運轉 各黨在法案上不同的邏輯 公好那是一回事情 不是要學會牽拖 這條不走 以前我們也不會這樣搞 所以適度的還是要跟他們談清楚 而且也應該 我剛才就直接點名請王議長 坐在議長後面 你問他到底以前是什麼 我們都配合 我們再一黨 277我們也是一樣 但是呢 不是這樣瞎搞的 那這個國家是要帶到這個方向嗎 你還從此意識文化是這樣嗎 所以 我們應該適度 包括 院長也要 大家都要適度表示 我們對這個事情的看法 也請大家 適度也要談一下 不是說 你長的四點鐘 就你都來表決 不行兩點半就來表決 他們搞什麼東西當然很清楚 要表決到12點無所謂 不停也沒有關係 但是呢 又有一種彰法 這個還是要 我想是這樣子 昨天才提563案 那其實這個案整理完之後 其實要給國營事業他們本身看過 有些國營事業如果對這個預算 認為三權他們可以接受的話 根本就不用進到表決程序 所以過去都是有循這樣子 整理完之後 給行政機關看 那行政機關看 我也是也看 看完之後 他覺得說 這個我不得已 我必須忍受的 他們就接受了嘛 那這個程序都沒有走 然後就直接拿進來這樣表決 不是怕表決啦 而是這樣沒有道理 所以這個 我是覺得前面這個程序也是要完備 頂多是可以要求他們縮短時間 這563個新案 前面的案子 他們看過沒有 我不知道啦 那至少這563個新案 應該要讓他們先看一下 看一下 看哪一些他們 這個國營事業單位可以接受的 他們如果接受了 那就也沒有表決問題嘛 這個程序也是要漸行啦 所以 所以這個怎麼樣子 在這樣子的邏輯之下 把這個 就算他們要交圖表決 這個也是要釐清啦 這個也是要釐清啦 謝謝 我覺得如果是真的要交圖 我覺得 我同意前面剛才兩位先進講 還是要有一定的程序啦 那是不是院長這邊來提 就是說 除了我們這邊 醫師人員要整理一下資料之外 然後 然後相對應的行政部門要有回應 那是不是資料備齊以後 我們再來開始討論 這我覺得就看 院方這邊怎麼處理 這個我們都支持了 這個我們都支持了 我們柯總召喔 跟他這麼久喔 終於講出了一個聽起來喔 像是 聽你講的話你都沒有再注意 你以前說的話都要翻譯 聽不懂 講真的 這個 身為一個執政黨 就要有一個執政黨的一個包容 那 而且也要面對的就是一個實務性 或許昨天這個條例過了以後 其實我也一直在呼應的就是 不要有仇恨不要有情緒 那 更何況 在 朝野裡面喔 就 成如柯總統講的 以前喔 任何的預算協商的時候 那些 那個只是 院長主持坐在那邊喔 一按一按的來 有意見的一按一按的來 然後取得朝野共識了以後 然後 才進行最後的處理 我想這個也算是說 執政者 對 或者是說 多數黨 對少數黨的一個尊重 那當然 這個也絕對不是妥協 那 這只要是符合一個 特別是現在我們的朝野協商 絕對都是透明公開的 也有錄音錄影的 所以這個都可以符合全民的期待 所以 所以我 比較呼籲柯總統的說法 好 好 我不要記建議好不好 現在剛才說 他說兩兩把嘛 我有建議 院長 我們 我們一起找 前院長 黃金銘 出來講話 他要說一下功德會 他在學什麼 對 他要說一下 他要說一下 白鳳鐵也沒關係 不然是遊戲規則是怎樣 現在也是要有很多時間 對嗎 不是說立法現在 搞定不開始 所以不可以 兩點也有兩點 都不 如果這樣 你歡迎 我們不必執政了 有一點 日本的尊嚴 日本要如何運轉 大家要維護日本的基本尊嚴 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一樣 民進黨 也曾經 長期在 立法院都是在野 那麼 立法院在野 針對國家整體的大事 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我想 在野黨也應該 該有所了解 然後該進該退 也應該要拿捏得很好 那麼我們也會不願其反的 繼續來召集學商 但是也不能因為 有一個黨不學商 然後我們的預算就Hold住 還是有議事規則可以進行 否則其他的法律 像昨天的不當黨產 表決了 將近80次左右 那還是要往前推 所以這個預算案到禮拜五晚上12點 都是在審這個預算 那基本上 議事處我們可以來說明一下 整個案子的流程 如果要 要來進行整個議事的程序 今天下午從通案開始 能不能在後面各組 盡速的交給部會 那隨著我們的進度 部會要把相關的意見 趕快反映到黨團還是到院裡來 這個就是要一邊表決 一邊就是要處理這個案子 那 如果沒有辦法協商 這兩三天沒有處理 也是浪費時間 如果不協商 到最後還是要 主案表決 還是要走回頭路 但是時間就浪費掉 所以我們會 來跟國民黨黨團 再繼續協商 也會向王院長來看看 以他過去的經驗怎麼樣來處理 但是政黨之間的對立 要一下子讓大家的心情沈澱下來 也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該進行的議事 該進行 該協商的部分來協商 該請益的部分我們都來請益 那 該進行的議事 整個的準備的工作 如果下午兩點半開始 我們有沒有辦法來符合整個的流程的推動 我講一下好不好 對不起 你不是說 一個黨部協商 我們就扣住了 我們去拜託兩個月 臉頭急功打擊 把自家 把院長 拜託兩個月 沒有人要 沒有人這樣搞法 今天我們絕對就是說 走到不得已的時候 大家要表決二十四小 一直表決到禮拜 我們也是有順利準備 但是如此縱容 總是要講公道話吧 也沒有整 不給人家整理時間 然後 叫我們邊整理邊表決 誰要去跟你對 也是我要去讓大家對 當然很多部位要去對 但是很環雜 國民黨講說怎麼樣 我們就怎麼樣 議員的尊嚴 大家要用協商來拜託 說個得利出來 沒辦法 你現在沒辦法 他來也是在對付 不是一下就答應他們 我要請王院長講一下公道話吧 王院長應該是影響他們國民黨黨團 到底這個國家是怎麼運作 過去 過去我們為了讓議員運作 我們要協商在處理 坦白講 背了多少黑鍋 今天老闆要重新法則 最簡單啊 但是議員可以這樣 以後從此議員 議事文化全破壞 議員就完蛋了 我現在還不要走啊 不是我們永遠執政啊 我曾經在跟王院長包括牛洪池 包括所有人的面前講說 我用三次議員在對付國民黨 三次議員在整合民黨內部 三次議員是幫助王院長 把議員能夠運轉 過去是這樣 大家就是忍入負重 至少議員的基本的尊嚴還是 但是不要搞得比地方議員還差啊 我們要跟國民黨講真話 待會兒來看王院長議員 沒有辦法 我們完全前六國民黨怎麼樣 大家出來評理嘛 各位 我在這二十四年是怎麼走過的 也沒有人這樣搞法吧 所以 好來 那個 在那時候接到 都要跟他拜託 都要拜託 要命名才要命名 也是要這樣嘛 我們先開給他 好來 院長 各位黨編 議事處報告 我們這幾年的 不管是公務預算 或者是營業預算的部分 基本上都會由院長來召集協商 那協商大部分都有成果 那協商的結果 大概都會有少數的表決案 那在院會處理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最近一次的表決案 是在九十九年六月的時候 那曾經從前一天的下午三點多 表決到隔天的早上九點多 但是那個基本上也是有一個協商的基礎 那總共十四個小時表決大概三百案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 就是剛剛這個科委員在垂巡的就是說 我們的提案到底是什麼時候截止 因為如果我們是有協商結論的 那當然基本上它都基本上已經截止了 那而且這個表決案大家也都確認 大概哪一些表決案 那可是如果沒有協商完成的時候 由院會按照一般的程序處理的時候 我們是在一開始的時候 會跟大家宣告一個截止的時間 那那個之後開始處理以後 就不再收提案 所以以今天的狀況來講 目前為止都還可以收提案 剛剛那個都還有委員 還有黨團在提案當中 這是第三個說明 那第四個就是 過去的協商裡面 我們當然會所有的案子協商之前 那大家請大家提出提案 那也請執政黨團去提對案 當然都有這樣的一個程序 那這一次因為我們原來 蘇院長有召集 6月6號、6月7號、6月13、6月14、6月15 6月16、6月17幾次的協商會議 但是都因故都沒有辦法進行協商 所以這一次就前面 已經有1853案都有經過這個程序 也有相對的提案 那目前有問題的是 昨天晚上8點多 我們收到的500 包括今天早上收到的3案 總共有566案 那這個部分是 因為還在整理當中 還沒有時間讓行政部門 或者執政黨團去處理對案 那所以現在的狀況是 我們目前知道通案的部分是22加1 剛剛又收了一個新案子 所以22加1這個部分比較沒有問題 但是從營業預算 經濟委員會所主審的這個以下 目前都還在整理當中 那如果還要給行政院相關部會來做對案 或者執政黨團團還要再看一下的話 這個恐怕就是需要時間 那這個時間最趕最趕 大概今天到半夜12點之前能不能做完這件事情 恐怕就會有問題了 那所以這個部分如果還要進行這個程序的話 恐怕這個時間是要往後延 那如果不進行這個程序 只是我們把所有的案子都整理進來 那就那些議案來進行處理 甚至進行表決 那我們是現在盡量趕在下午2點半之前 把這個資料整理出來 那下午就從通案的決議開始進行 那所以我們現在可能要處理的是說 對於那一些我們是不是要照過去的方式 那先有一個提對案的時間 因為過去老實講 即使是協商結論完了以後 整理資料的時間大概都要還有兩天 因為那兩天要各黨團都要再看過那個協商的結論 所有的這個提案的內容表決的內容 然後確定大家簽字才會進行到院位總 那這一次是因為我們面臨就是時間上的壓力 所以現在可能就是說 這個是不是要讓大家再提對案 這個部分可能如果要 那就要決定一個時間 那什麼時候開始進行院位處理 以上 兩個幾個原則 第一個可以一直研發創作一直出來吧 有沒有收件截止日 過去都是先截止日 先講截止 但是因為我們還沒有正式進行處理 所以我們是要處理的時候才能夠宣告這件事情 過去是因為做下去 有成通案開始講 然後大理先講什麼 截止 除非 除非是 經過一輪兩輪 然後到最後表決 只剩下一兩個案子 沒有辦法再 才能夠再加進來 大概有一個遊戲規則 你現在總要 你再把他 再解決 又來 又來 對 而且截止 只要我們進入程序 我們就直接 這是非常實際 要有非常實際的做法 也要 至少也要非常實際的基本的堅持 放在所有一切 你搞完 趕快把表決兩千個案子 明天他又創造出兩千個案子 這個你 這個國家可以這樣搞嗎 我們該堅持的基本原則要 對 就進入議事我們就 現在只剩下兩條路 兩個時間點而已 因為 會到兩點也開始 要是明天才開始 這樣而已 會到兩點也開始 我沒有說 走以前那個路 根本一個都不要進行 我們是主張 在臨時會提議案 放進兩 因為只有兩個案子 黨產去 集國運事業 為什麼黨產一直跟我們 我們要節省時間 表決時間減少 發言時間減少 來處理國運事業 是我們的苦心 然後能夠做多少 我們至少 我們要借盡所能去做 做多少 做多少 要不要再開 未來臨時會再搞 那是未定之天 但是這 這個議員會不會一直放任下去 截止就截止了 除非是 以前是有第二輪 然後在表決的時候 弄不下去 這幾個案子再進來 還是有這個遊戲規則 今天把它定進去 第二 我告訴你 不好意思 兩天沒開始 或是明天才開始 我們都喘好 一定要面對 不可能 查到報告 我們是要做什麼 明天才也不會完 都不會完 我們是基本的 我們要說 道理要說清楚 也要看見王一女 出來說 來…拜託 這是找什麼政行 你應該說 壓力 你從你說的壓力 你不要 那是我們 我們一直 CMC 兩天沒 明天才都沒關係 就你先說我先做一下 要順便順 要順便順 要表決就表決 但是很麻煩 很… 會搞錯很多事情 一直在整體 整體擦進來 一定有人在盯著看 當然 我畢竟 每一個 不能這個表決 還那個衝突 也在表決 也不對 那很… 不是想像那麼簡單 主義處都知道 他們在這裡 那位他們 我看二十公里 都在那位 小關做到大關 有用讚的 那明星 你看明星 已經先頭好就擺了 以前那個控制 然後整個小組進來 這個 大家非常典型在心頭 聽懂 國家的意識運作 不容國民黨任意破壞 至少講清楚 責任歸屬講清楚 這後面發生很大的問題 會受理到了嗎 會表感矛盾 他嘴… 那個是要很快的 但是他因為整理好 所以看很快 你現在沒有整理好 就要擦進來 那個 差錯 會發生 那意識組會很辛苦 包括 包括主力處都很辛苦 一直有人在後台那邊弄 那邊在表決 但那些又不丟 掌握啊 不用掌握啊 不用掌握就這麼簡單 我們也學商改了好多條文 你這幾千個東西啊 一定會出錯 包括搞不好 以後總統公告的時候 會發生很大的瑕疵 都有可能發生的 所以我們是要把很多事情講清楚 責任輝瑟講清楚 我們作為一個支援長 即便我今天在議黨 我會很堅持一些東西 要弄得清楚 不是可以如此 瞎搞啦 我們先來叫他再說啦 好 來 我贊成柯總召的說法 剩下我們反正看嘛 到時候看院長怎麼裁決嘛 好 好 好 那我們這樣子啦 這個議事處 該準備的資料 下午兩點半開始 通案的部分就先準備 我們要準備啦 我們的議事處還是要準備啦 所以我們先準備整個的流程啦 那第二 我們會跟民進黨黨團 能夠順利的來進行啦 好 好 那我們就上會 好